在政治气息浓郁的华盛顿特区,每逢选举辩论之夜,你都能在餐厅和酒吧里感受到如同观看世界杯足球赛一样的激情。 看客们看的,不仅是政治家们的政策主张,还在审视他们之间的唇枪舌战和应对能力。 可以说,总统选举辩论本身是一个严肃和娱乐的完美结合。 2008年败给奥巴马之后,这是希拉里·克林顿第二次角逐民主党提名资格。 与党内另外四位竞选人相比,希拉里·克林顿称道的政绩和丰富的资历,加上强势的姿态和出色的口才,总是让他在辩论中显得游刃有余。 就出色的经历和非凡的承诺来讲,我不亚于任何人。 然而,前美国国务卿、联邦参议员、美国第一夫人等众多头衔和丰富的经验,并不能确保这位民主党竞选人在初选中的胜利。 这里没有人,没有共和党人能够解决我们国家所面对的重大问题,除非成千上万的人开始站出来,去对峙那些凌驾在我们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上的亿万富温。 来自弗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·桑德斯,是希拉里的党内主要竞选对手。 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,希拉里的优势在于他对各项政策的精细理解,而桑德斯更加理想化,有很多大胆的想法,但选民们期待听到桑德斯更多的细节。 桑德斯没有计划,他有很多想法和建议,但他没有能实施的计划。 哈顿解释,桑德斯主动性很强,他在很多问题上都做出了真诚的论述,比如黑人权益运动,而他的朋友坚持站在希拉里一边。 我认为希拉里的支持率会上涨,我认为他真正展示出了候选人的实力,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,并且知道怎么样能成功。 民主党预计共有六场辩论,新的民调结果将会决定哪些竞选人能够进入下一轮角逐,以怎样的形式。 而外界参选呼声很高的副总统乔拜登,是否会宣布参选并加入到辩论,仍是悬念。 美国之一,尼亚,水芯,华盛顿报道。